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去年7月7日晚上 警察去到旺角一帶進行清場行動 時任立法會議員歐樂軒 去到現場進行調停工作 被指控涉嫌是以大聲弓撞擊一名警員的長盾 以及用大聲弓 在與另一名公共關係科警員對話時 令該名警員的耳朵痛楚 於是被控兩項襲警罪 案件經過裁判法院審訊以後 今日有了裁決 裁判官裁定歐樂軒兩項襲警罪成 押後到月底判刑 這事件擺明是政治審訊 首先是用大聲弓和警員對話 大聲弓不是聲波炮 根據報道所說 當時歐樂軒和這名警員 距離大概是27寸 即是大約是0.7米 叫喊了大約是3分鐘 這名警員後來報稱不息 去了求診 轉介到耳鼻喉專科 他就說 右耳感到痛楚 而且有間歇性耳鳴 和聽到匹匹啪啪的聲音 並且有聽力減退的情況 我不會質疑這名警員的說法 不過警察在抗爭的現場 周時都是用這些大聲弓或者揚聲器 對著他們聲稱是記者朋友的人 的耳邊大喊 鬼殺禁嘈 而且一喊就不止兩三分鐘 我真的想請問 這班所謂的記者朋友 誰來幫他們執法 誰來幫他們申冤 難道這班記者朋友 下班以後他們就沒有耳鳴 他們的聽力就沒有減退情況 只有你有 你比較珍貴 你有特權 那些記者比較賤 所以就沒有人幫他們執法 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是可以民事索償 但現在這些都不是民事 雜警是刑事 那是不是跟市民說 警察是有特權的 你叫什麼都可以 怎麼叫都可以 叫幾大聲都可以 市民就不行 再說1997年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有類似的情況 就已經凸顯了你警權的不堪 當時的警務處助理處長就是李明葵 他負責七一回歸慶典的保安事宜 當時長毛梁國雄和他那班黨友 在會展附近一帶示威 李明葵助理處長 為了避免這些聲浪影響到會展裡頭 竟然在現場設置多個大喇叭 播放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 這件事當然是被人救病 人家示威就是喊口號 不是去來託嗎 在現場那裏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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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現在梁國雄當然過了時間 沒辦法追究 二十多年這麼久 這件事就反映得出 其實警權自從九七以後就不停擴大 而且在制度裏面根本沒有任何制衡力量 只不過當時警察所針對的 就是那些激進的示威者和政客 現在逐漸變成針對普通市民和針對青年 就是這樣 我們又翻查了資料 在七年前即是2013年的七一遊行 又發生了一宗類似的案件 當時有一名地盤工人 先後就在五名附警耳邊 用手指來吹口哨 裁定了其中三項的襲警罪名成立 當時的裁判官怎麼說呢? 就說這名地盤工蓄意 在正在執勤的附警耳邊大聲吹口哨 雖然沒有涉及到任何身體接觸 但是這個行為本身 已經可以視為是毆打 案中的附警在事發三天後 才向上級回報 警察否認是收到上級的壓力 才起訴這名地盤工 這件案件又反映得出 根本上類似的事件 早就已經出現過 根本無日無知 可能純粹是當時這一篇新聞 沒有受到大肆報道 或者當時的公眾 根本都未察覺到 原來警察濫權的情況 已經去到這麼嚴重 所以才被人遺忘了 當然大家現在對警察的濫權濫捕和濫告 都已經是一清二楚 接著又說其他情況 今天警察在多區進行了票控行動 主要是針對四人以上的聚集 而且被票控的多數都是阿伯 例如在葵聖東村那裡 有幾名阿伯圍在一起捉帳棋 明顯是多過四個人 可能是有人舉報的關係 警察到現場 這群阿伯都還不走 於是就全部被票控 偉偉罰二千 當然有些阿伯說自己拿中援 又說自己多慘 給不起罰款 這些人又是不值得爭的 你明知道自己給不起罰款 當你見到有超過四個人 圍在一起看帳棋 有第五個人走過來的時候 你就很聰明自己 躺在一旁回到樓 你又不是 繼續在看 有什麼好看呢 你又沒有參與賭博 你又不是賭帳棋 這些人又不是賭帳棋 而且被記者拍到照片 全部都不戴口罩 很離譜 這個時期是非常高危 而且不只是這個葵盛東村的阿伯不喜歡戴口罩 有些在屋邨喜歡聚賭 那些都不喜歡戴口罩 或者戴口罩 那個口罩就只是戴著嘴 然後鼻孔就凸出來 因為方便吃煙 這些人都離譜 在沙角村 又有十多人被警察票控 說他們聚集 聚集就是輕騎 實情在聚賭 這群人被人見到他 剛剛在那裡賭啤 賭十三張 浪費鬼氣 這些時候 你不要賭 剛剛 那些平時喜歡霸著公園的桌椅 走去賭那些六虎牌的客家婆 在現在這個高危時刻 都懂得回家 病在一旁 沒有走出來賭 這群人都愚蠢 而且這個情況 不是局限在個別屋邨 而是很多屋邨都常見 可能和這個投注站沒有開有關 可能賭馬只有體字 沒得賭 就沒有人了 經常在街上賭十三張 希望那些區議員 凡親知道這些情況出現 真的要多加注意才行 因為這群人 當他們賭到入迷的時候 口罩倒下來又不知道 然後口水回到處噴 萬一其中一個有東西 那就大劑了 而且不僅是他們互相之間感染 他們回家又有老婆子女 總之會很麻煩 人家會搞到這些情況 接著又說說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他就說到 對於今年的九月立法會選舉 是沒有信心可以維持公平的 擔心暴力情況一旦再出現的時候 政府當局和選管會 又會將責任交給警方 記者問他 那是不是應該押後選舉呢? 李慧琼就說 如果有因素影響到選舉的公平公正 政府就應該去想辦法補救 因為在去年的區選當中 有民建聯的候選人遇襲 辦事處又遭到多次破壞 但是選管會就隻眼開隻眼閉 沒有提出措施去應對 這些就是駝尿政策 老實說 你說選舉不公平 從第一屆開始已經不公平了 是不是? 又有種票情況 又有功能界別的選舉 如果你真的公平的話 就一早就全面直選 你說不公平 接著就越來越不公平 包括整份確認書給你簽 這份文件根本是在法律框架以外 是沒有寫明要有確認書的 就是潛建上去的 就要求候選人簽一張文件 就說要效忠這個基本法 擁護基本法 好了 簽完以後 有些人馬上被DQ了 取消資格 集都進不了 好了 就算讓你進到集選 有六個民選議員 也一樣被你DQ 是不是? 一直以來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說不公平 就浪費鬼氣 這些人 但是 他現在走出來說這些 很明顯就想放風聲 其實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之前 都有類似的政治操作 找一班人出來 就說 今屆的選舉 可能會出現暴力情況 就需要押後 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期舉行呢? 就是因為中聯辦收錯風 中聯辦報錯了給上邊聽 就說這個選舉 將會有一堆沉默的大多數出來投票 灌票給建制派 就會使得民意翻盤 所以當時那班警察 甚至乎在理大門口 叫麥克風 勸行 勸行隊 都說明 下星期看著選情 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就會出來投票 結果 當然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 不過那班人全都是黃絲 不是支持藍絲 結果大家都知道 在今屆他們一定有所防備 所以現在就出來吹定風 就說選舉有可能是不公平 不公平 總之對建制派的選情不利 你就說不公平 這些完全是輸打贏要的 但是我們作為市民 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縱然我們不知道他 到底這個9月的立法會選舉 會否如期進行 但是起碼我們也要做好登記選民的工作 不要到其時想投沒得投 想發聲也沒得發聲 蘭惠那些18歲以下的人 想投票也投不了 我們就一定要盡回自己的公民責任才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